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3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Zenfer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大飞机C919标志着 中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一流大型客机的能力 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重要礼偿杯 中共民航局给919飞机颁发型号合格证 这标志着C919飞机迈出或准进入市场运营的一大步 但这距离C919能安全飞行还有多远 推特中文圈上有不少人喊出让领导先坐 报道说9月29日 国产客机C919在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 取得了中共民航局颁发型号合格证 9月30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 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出席了活动 2006年 中共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到2020年 将大型飞机项目列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迄今为止 C919已经历了15年的研发 C919飞机专为中短程航线设计 对标波音737和空客A320 东航采购的C919单价为9900万美元 比波音737的售价7000万美元贵出许多 虽然这款飞机主打国内自研自产 但发动机、恒电系统、飞行控制器等重要零部件仍依赖进口 因此外界也称 C919是中共的国产组装机 在美国的资深媒体人王健说 中共现在遇到的情况比俄罗斯还不如 俄罗斯自己还能做航空发动机 中共连航空发动机都做不了 中共国产大飞机项目目前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C919飞机定价比现有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的飞机定价高 还无法保证质量 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优势 二是没有做到发动机、恒电系统、飞行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制 因此根本无法达到中共政府摆脱对外依赖的战略目标 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恒和表示 C919飞机的研发历时十多年 如今才取得型号合格证 是为了向即将开幕的中共二十大线里 恒和说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坐这种飞机的 他们一定要坐最安全的 汽车不一样 你可以制造红旗牌 在地上跑没有问题 飞机在天上飞太危险了 C919客机的安全性还有待观察 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日刊登了 交通制造业专家托马斯·布莱克的评论文章 他指出 C919客机的买家大多来自中国国内并不意外 布莱克认为 C919仅获得中共民航局的认证 想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 仍面临着很大阻力 据网上消息 近日有一个俄罗斯的爱国女子被德国政府遣返了 原因是今年5月9日 她在慕尼黑的乌克兰人集会上捣乱 深批俄国国旗 以展示自己对侵略战争的支持 能在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的集会上公然挑衅 这显然就是俄罗斯的一匹女战熊 但是这种行为却违反了德国移民的有关规定 被判遣返回俄罗斯 但当得知自己即将被送回那个最亲爱的祖国 女战熊一脸震惊 痛不欲生 只因为她再也不能留在德国爱俄罗斯了 有人问不是这么爱国吗 怎么送你回国还这么痛苦 应该高兴才是啊 普京大帝现在正需要你 可以直接上前线 难道你之前的演出都是假的吗 既然你这么爱国就成全你 让你做开秋沙 你痛苦啥呢 有人分析 像这个俄罗斯女战熊一样的离岸爱国者好像还有很多 也不止只是俄罗斯裔 像这样的中国人就很多 他们有的偷渡 有的搞身份造假 深情难民前说他们受到了共产党的多少迫害 但他们一旦取得了身份 便立马变脸 在自由社会里利用言论自由 却做着为独裁者唱赞歌 谋取自我利益的事 以为可以为所欲为 这位俄罗斯女子没想到吧 说好的自由社会呢 怎么也来这一套 网友建议 吃西方的饭砸西方的锅 这是共产国家很多战狼 战熊战狗 在为民世界爱钻的一个漏洞 现在德国开始遣返支持战争的人 也算是一种震慑 让那些支持战争 支持侵略的人 如愿以偿 求人得人 言行一致 行动胜于嘴炮 还有网友建议 把这个方法在全世界也推广一下 让那些世界各地躲在唐人街上 要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共粉红五毛们 和这位俄罗斯女战熊一样 最好也有一个光荣回到党妈怀抱的机会 台湾国安局和国防部两名情报首长出访 秘密行程先后遭曝光 对此台湾官方定调 这是起因于中共对台进行的认知作战 观察人士分析 中共泄露台湾情报官员的海外秘密行踪 意在打击台湾的情报安全系统 并让台湾民众对国安失去信心 不过他们说此手法未必能奏效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陈明通 密访泰国 台湾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局长 简世伟赴美观摩 两人的海外行程近日都被有心人士 透过网络媒体揭露 其中陈明通7月密访曼谷的消息 在9月初 经一个才刚创立没多久的 泰文推特账号所揭露 为了加强真实性 该账号刊出陈明通等人出入境 泰国有关的照片 以及下榻半岛酒店的账单 但相关私隐资料 经台湾社群媒体转载后 该推特账号便遭删除 不复存在 对于陈明通的泰国行 台湾国安局不愿评论 另一方面 中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管的 中华时报9月底则爆料指出 简世伟8月率团赴美国夏威夷考察观摩 包括其拜会对象 坐车配置和晚宴菜单等细节被披露 不过该报道链接目前已失效 台湾国安局直属总统府 政战局则隶属国防部 两大情治单位首长出访通常密而不宣 但两人行程不仅遭曝光 还被掌握到极机密的细节 引起台湾情报圈极大震撼 对此 位于台北的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情报人员操作网络人头账号的痕迹早早 目的在于企图削弱台湾的机密保护能力 并炮制散播假讯息 以达政治宣传效果 此举已从情报站升级为政治认知站 一方面让台湾情报单位难看 带有浓厚的警示意味 另一方面也营造中共全盘掌握情资的形象 以扰乱台湾人心 台湾中美军事代表团前团长战志龙表示 中共掌握警示委在美行程 其实不令人意外 因为中共官方经常派员在台湾代表处门口盯着 凡是台湾官员的动态 或有声面孔出入代表处 中共皆会派人跟踪 陈明通访泰行程曝光 但志龙则认为事态较为严重 他说陈明通一行人的照片 若出自泰国海关系统 不论中国是骇入泰国情治系统 还是威胁利用泰国海关人员而取得 都显示其情报能力比预期要强 位于台北的两岸政策协会副研究员 吴瑟志也说 中共轻易掌握台湾官员的海外行程 菜单 甚至输入进照片 表示其在海外部件的情报网络颇为绵密 不过 他说两岸情报站 你来我往 穷尽一切手段 刺探对方的底细 并不令人意外 倒是中共的做法 把美国和泰国等牵扯进来 恐引发第三国反感 自10月1日中共国庆以来 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计的用户 已无法使用谷歌翻译 外界认为 这标志着谷歌这家美国科技巨头 进一步退出中国市场 科技新闻网TechCrunch 率先报导了这个消息 该媒体指出 谷歌翻译APP 已关闭了中国地区的访问群线 用户被重定向到一个普通的搜索栏 并建议将该APP的香港版本加入书签 但香港版的谷歌翻译仍被中共防火墙封锁 这意味着中国用户若不翻墙 将无法使用翻译功能 据报道 这一变化影响了Coreader 一种文档查看器 以及Chrome的内置翻译功能 谷歌在一封电邮中对TechCrunch表示 停用中国区域的谷歌翻译 是因为使用率低 翻译APP是谷歌在中国仅存的消费者服务之一 随着该APP在中国停用 标志着这间美国科技巨头 将进一步从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撤出 南华早报指出 尽管一些中国科技公司提供翻译服务 但谷歌翻译在中国仍拥有庞大的用户群 该报引用网络分析平台SimilarWeb的数据称 仅8月份 中国谷歌翻译网站有5,350万次访问 南华早报认为 翻译APP在中国停用 反映了谷歌与北京当局的复杂历史 2010年10月 因中共加强内容审查 以及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等争议 导致谷歌关闭中国版的网页搜寻功能 谷歌退出中国也成为当年最受网民关注的大事 中共当局随后也封锁了谷歌在大陆的服务 但在2017年3月 谷歌翻译在缺席7年后重新在中国退出 外界盛传 谷歌可能将在中国复苏 2018年7月 谷歌推出了一款微信小游戏 此前一个月 谷歌向中国电商巨头京东投资5.5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